三年來有沒有進步? 沒有 這個月的月初 接到一個E-mail 是一個博士 是劉美 回來看親戚 寫信給我 三個親戚都來著 要拿我的報告 他說他覺得有問題 我這三年來不斷都接到這樣 一樣在算 他也算到三個 他覺得都非常親戚 他很難接受 他覺得說都可能跟友情有關係 他還是念工程的 而且還念化工 所以他覺得說怎麼會這樣 你看這一千多天 大家還是想要真相 那我覺得我們已經往前 比2009年的時候 有很大的進展 對不對 2009年的報告有很多的回應 大家還記得2009年到2011年之間 就是公安不斷 所以我的研究都在這個紛爭當中 不斷的公安的紛爭當中 再繼續再做 那你就知道那個干擾蠻大的 那個干擾就是說 他有這樣的意外 然後我往往也都是要去處理 所以這個是 我會講一下 那講2009年到2012年 我說說一千多天 我們在看到一些事情 所以2009年這個報告叫做 空氣污染對沿海地區環境及地區 民眾健康影響風險評估 中華民國到2009年 不管是中央跟地方的研究計畫 明明就是做六親還是不能用六親 這所有的預算都要憲議會通過 所以這樣比較能通過 用六親好像太明目張膽了 你看這個名字就是用沿海地區 這個什麼沿海地區什麼 那2009的時候 當我第一次做的時候是用政府的資料 所以用很多個政府的統計資料 那我們對於環境流行病學 也就是我們看一群人的健康的狀態 我們叫做流行病學 那流行病學要看兩樣東西 一個說這一群人發生某一種疾病的情形 怎麼樣叫發生力 還有說這一群人 死於某一種疾病的情形 怎麼樣叫死亡力 所以林靖朗先生這算了幾個二個三個 也就是我們死亡力裡面的分子 我如果比林靖朗先生比較有學問一點 就是我會去算那個分母 我除起來也是一個數字 可是對於一般民眾就是 歪這條肌都高了 這個在法院上叫做不科學 叫做不具科學證據 但是經過我們這樣分子出於分母 就變得比較有學問 好像答案是一樣的 大家就覺得說這樣才對 那我們就用發生率跟死亡率 石化工業很重要的一個汙染 就是空氣汙染 那從煙囪裡面 從管線裡面排放很多 所以我們剛剛看到什麼 綿延八公里的煙囪走就對了 兩個禮拜前 有一個不知來路的這個貪物 那個貪物在當地都不斷在散播 好像叫親親家園還是親近家園 他說那個煙囪排出來的都是水蒸氣 所以沒有汙染 這個就是有另外來自這樣想 我沒看到是人家跟我講的 我想應該是正確 我不知道竟然有這種刊路 他說就是這樣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台積脈療的癌症 跟那一個人的生活習慣有關係 這句話白話講怎麼樣 就是說 為什麼 就假設在座是台積脈療 你們癌症為什麼比較多 你習慣脈療 就這樣 講這樣的人要跟詹老師一樣 要站出來說我的研究是什麼 來對人家說明 沒有名字 然後說 姓爹壞是你習慣脈療 簡單講就這樣 他就這樣講 這個就是目前 有一種講法是這樣 我們追求真相的第一步就是說 政府資料大家都有 那你有什麼辦法呢 我弄了一個我覺得還蠻聰明的設計 當我們要看一群人 假設有三萬五千人住在賣療鄉 有三萬人住在台積鄉 這些人健康我要怎麼看 那我就看這一整群人的健康 在六千開始生產前後 有沒有變化 好 看這整群人的健康呢 跟離六千很遠的地方的一群人 譬如說鼓尾啦 斗六啦 或是這個 東四啦 更遠一點的人 同一個時間呢 有沒有因為距離六千比較遠比較近呢 他的疾病就有不一樣 所以叫做時間上的同一個鄉鎮的前後比對 空間上呢 同一個時間不同鄉鎮的平行比對 那過去流行病學呢 很多人都做其中一種 我大概是第一個人兩種一起看 那這樣意思就是說 如果兩種都一起比的時候呢 可以比出來一些現象 那這樣現象存在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了 當初就這樣想 所以 在台西東四輪被賣了包中四五這幾個呢 不管是他因為比較靠近六千 或是他是六千風比較會吹得到的鄉鎮 我們就叫做這個六千的這個暴露族 這整個鄉鎮 然後呢 離他比較遠的就叫做對照族 那為什麼會選到口湖、虎尾、二輪、刺桶跟原廠呢 那我們就知道說 很多人會講說 生活習慣會跟健康有關係 那影響生活習慣最大的因素呢 我們叫做都市化 也就是一個地區呢 他如果越相似的鄉村 那他大概生活習慣都比較相似 他是比較相似的城市 他也比較相似 所以我就要這樣去配對 所以那個配對是有道理的 那我們國家有一個都市化的指標 我們就用這樣來配對 所以這完全都是政府的資料 政府告訴我們 這一個鄉鎮是類似小鎮的 這個鄉鎮是榮村型的 那我們就這樣去配對 不是我去找的證 政府告訴我們 所以疾病的發生率、疾病的死亡率 都市化的前程度都是 中華民國政府在不同的機構他所發表 那我就把它放進來 炒了這盤菜 所以你就會看到說 同個鄉鎮在不同的騎乘 有六卿之後 那六卿公會區 大家看到這一塊 1991年當六卿落腳在這裡的時候 沒有這一塊 經過五年就填了這一塊 蓋的裡面這些 這在台灣的土地上就是 這是加上去的 加多大 大概要是賣療鄉的三分之一 一個鄉又擴大一個 這麼大的區域出來 所以前後這些癌症都增加了 有沒有看到 癌症的死亡率發生率發生率等等的 我們剛剛講對照的 同一個時間不同區域的比 賣療台西的感染又特別 比他對照 所以有的鄉鎮呢 前後比 有很多癌症都增加 有的是 譬如說營運後 2000年以後 那2000年以後的台西跟他的對照 賣療跟他的對照 那你甘癌還是比較高 所以剛剛一開始 影片上講說 學癌也有啦 甘癌也有嘛 會癌也有 我做出來真的是這樣 民眾的庶民的感受 跟專家用數計算的 怎麼有磨合 所以呢 民眾錯我也錯 我們兩個都錯 那是誰對我不知道 民眾可能對我可能錯 我可能對民眾都不對啊 怎麼是那麼巧 所以那年我覺得說 這個很奇怪 我的報告跟他們在那個訪問 都沒有關係 他們訪問的時候 這個根本還沒有發表啊 所以這個 有一個大家比較不知道 這個空氣汙染 6000排控的空氣汙染 除了那個長期的暴露會癌症之外呢 還有一些短期的每一天呢 他的這個空氣汙染物 這幾樣 懸浮為例 二氧化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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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六勤的重要的汙染物 我們的環品呢 也都根據這三大類 再給他叫做工業區的總量 我們告訴人家說 當年環品之後呢 何可給他這樣的排放量 六勤就不會對環境產生影響 或是他的影響是 這個不大 是可以控制的 可是我那一年 2019告訴他說 不對啊 你說可以的範圍 都已經有健康的危害 也就是說這一天呢 那這其中的三種的其中原汙染物變高呢 怎麼樣 他的心血管疾病去住院的就會增加 然後呢 呼吸道的也會增加 所以 研究的結果告訴我們 是這樣 然後這個是自由時報 就用比學者更漂亮的方式 就把它看出來 那就變成頭條 心魂 之前台灣的人都看到說 有這麼多的癌症有沒有 血癌啦 肝癌啦 你看到的 就是 我們講的這個 六鄉鎮 沿海六鄉鎮 顯著高於台灣 也顯著高於它對照的鄉鎮 也顯著高於 還沒有賣了六勤 石化工業勤 之前 這個就是2009年的情形 那多高呢 有高到好幾倍的 那你來看看 這時間上的變化 麥寮台西 特別是這兩個鄉鎮 在沒有六勤 就是癌症比較高的地方 大家要知道 它就是在全台灣 本來癌症就比較高 可是有六勤之後呢 還是台灣最高的 可是高的速度 是比以前好像更快 現在故事是這樣 所以他們會講喔 很多的講法說 那個地方本來癌症就高 詹老師從來沒有否認 他本來癌症就高啊 可是有六勤以後高得更快 故事是這樣 不管是發生力跟死亡 那一件事情呢 發生之後 官方 業者 學術界 環保團體 地方 都會有不同的聲音 不同 這是我們民主化的台灣 應該會發現的 政府官員會說 我很認真在稽查 用標準去看 他都符合標準 好 那癌症發生 因為很多很難定位 這個都是對的 這個業者呢 他說他們貢獻糧 有幫助地方回饋 就業 還有整個的經濟發展 所有放在這裡 每一句話都是對的 但是六勤的現象是這樣 那你面對這個你怎麼辦 做一個研究 就是要讀所有的文獻 所以當我們在 做這個研究的時候 經濟部工業局 就有一個密件的報告 那我們拿不到啊 可是你要無地線回顧不能說 有一個報告 我知道有 可是我不知道他寫什麼 那你怎麼寫什麼reference 就沒辦法 所以幾到快結束的時候 總算 也不叫解密啦 就是透過管道就可以給我們 我們就拿到這 答案跟我是一樣的 那是在我的兩年前做的 2009年 這個報告前的2007年 台灣就已經知道 六勤經過政府的資料 去做計算的結果 癌症的發生率跟死亡率都比較高 所以我也沒有什麼比較特別 我只是另外一個研究又發現是這樣 所以一個是中央政府的工業局做的 一個是地方政府的環保局做的 衛生署的官員說 用我們這樣的研究方法 有很多叫做干擾因子 這種學術上叫做干擾因子 反正這個 有很多因素可以來解釋掉這個 這個才是在找尋假說 恐怕很難下結論 環保署長說 他要請其他專家學者再來看看 最常講的 什麼事情就在找別人再看看 他承認在六勤測到部分軟骨超出標準 是當年他講的 所以這個就跟環保局有點衝突 環保局的時候 一七雜都是合標準 那這個人又說 曾測到超標準 那他測到超標準 那他測到超標準有沒有跟地方講 不知道 可是這個事件談的時候 當然是這樣講 那學術界呢 陳建仁教授呢 陳建仁院士呢 他說這個點出了一個可能性 所以就應該要做 陳大的教授說 政府不能等待 受害問題擴大 現在就要盡速檢測 然後台大博教授呢 他說 輕油裂解污染物 是有離海風險 那國際上有一個組織 是世界衛生組織 世界衛生組織有一個機構 是國際總流署 國際總流署呢 會對每一個化學物資 去做很多的文獻的探討 來說這個是致癌物 這個不是致癌物 那電流的這個工業叫做 有致癌可能性的一個製程 這個整個製程是致癌物 那這個都是事實 就告訴大家說 所以來告訴我們這個 應該不是隨便的一個機會 是真的有基礎的 那這個陳重慶教授 當過環保署長 我們看他怎麼講 當署署長是在哪裡 引起你的物業 那我們的空空處 有到那去檢測的時候 我跟你們說 那些派關 就這些都是神仙的 都是神秀 因為海風嘛 海影很重 這種文很容易神秀 生性的時候 這個有基 沒有人破產的故事 他在那場的立場會這樣講 我們六星 你知道癌症要十年到二十年 才會形成癌症 所以這個跟六星 你見前面 我們六星也是十年間在見 然後 這應該是沒有關係 這種講話是 你是不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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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意思說那個製程是有問題的 有洩漏 如果那個洩漏的東西是會致癌的 那就很有可能 我們說跟六星有沒有相關 一定不是只有接近六星 六星有排放會致癌的東西 才有可能 環保署告訴我們是有可能的 因為現場有很多的環線是有洩漏 這個VOC就是最近六星 擴建裡面很重要的一個討論 好 地方呢 這個蘇縣長呢 他說 資訊要公開不該隱密 因為很多人會很擔心 我的報告會跟公會局 那我報告一樣是密件 結果沒有就上網 所以大家到雲林縣 我三年來的報告應該都可以download 都有PDF 這就是我覺得進步了 大家都可以看 中央政府跟地方要協調一致 一千多天來 一致都一直在協調 但是就是不一致 這個東西是我們看到的現象 前環保局長 他說 將來追蹤經理血液中 是不是還有六星的排放的致癌物質 這一千多天 就是在這個前局長這樣想法 那就做啊 如果我們這樣不算的話 能不能在身體上長大 隱隱的相長 他說不能全然歸六星 對不對 相信要的是具體的說法跟結論 所以我就是 三年後我就去告訴他們 我想說我三年來的具體的說法跟結論是什麼 他竟然要聽 希望那時候這幾個鄉長都可以來聽 這是他希望的這個事情 好 這是民意代表的心聲 他是我們台灣這個地方 對政府的水修中間公議最大 政府未到的水修 所以說他沒有辦法去很強的來改動